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川普在卸任之前特赦一名窃取Google自驾车商业机密 在转而投效Uber的工程师 引发科技界哗然 这个窃取商业机密的工程师名叫Anthony Lewandowski 去年夏天他被判处18个月徒刑 联邦法官在判决的时候说 这是他见过最严重的商业机密犯罪 程度非同小可 Levandowski坦承他窃取部分Google自驾车突破性技术 之后在2016年跳槽到Uber 负责Uber的自驾车发展事业 不过Uber否认曾经使用过Levandowski从Google窃取的技术 尽管如此 Uber还是在这场官司中支付了2亿4500万美元的和解金 川普在特赦声明当中说到 Levandowski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可观的代价 未来希望他能够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福人群 其实Levandowski在去年被判刑之后并没有入监服刑 因为当时已经爆发新冠疫情 监狱还爆发集体感染潮 为了避免有更多受刑人感染新冠病毒 法官下令延后执行他的刑期 还没有入狱就被特赦 Levandowski特别推文感谢川普 不过他还另外被判处 必须判赔Google1亿7900万美元的赔偿金 但是Levandowski已经在去年3月申请破产 他还激欠了500万美元的律师费 再来关心另外一个矽谷科技界的讯息 Tasla执行长Elon Musk正式成为全球首富 他做电动车做火箭 现在他还要跨足做电信业 Elon Musk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已经为旗下电信网络服务公司 Starlink发射了1000多枚卫星 SpaceX正在和英国、美国、加拿大的客户前约 转开电信版图 Starlink正在争取价值1兆美元的市场 这个市场包括网络、海上服务 涵盖中国和印度的需求 Starlink比传统卫星更接近地球 让SpaceX可以在北美和英国广大地区提供服务 Starlink现在正在加速扩展业务大举中裁 招聘软体工程师、客服经理、销售总监 以及地区经理 感谢收看 下次见